大家好,我是小白 我们这节课讲解Android Studio的安装 这里的安装包我都是下载好的 这是Android Studio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JDK JDK我们待会儿也需要配置 这些工具我都是提前下载好的 所以我们直接用就行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 然后下载 当然也可以讲我的微信和QQ 然后这些工具我都会发给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教程中所用到的所有的工具 我都会发给大家 大家加下这是我的微信 这是我的QQ 当然如果你是购买了这个教程的话 你是在哪个平台购买的 然后那个平台上都有客戚下载的那个链接 大家可以找一下 行,我们来安装Android Studio 我们先双击它 选运行 是 怎么没出来那个界面呢 我们等待一下 它就能是稍微有点卡 这个是安装的模拟器 我们构选上吧 这是路径 我改一下它的路径 我都是钻到地盘 先看看我地盘有没有跟它设置那个文件夹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 下一个文件夹 Android Studio 第一个Android Studio 第一个Android Studio 我们选中它 然后点Nest 这个不用管 直接下载 我们点Nest Finish 然后这个界面很重要啊 这个界面是需要设置一些 设置 需要下载一些SDK什么的 大家如果没有出现这个界面 证明大家之前应该是安装过 然后会有一些默认的一些设置 比如像配置SDK路径啊什么的 它就不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界面的话 可以这样 打开计算机 然后打开C盘 打开用户 然后你的那个电脑那个账号 这里面会有一个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你把这个文件删掉 我刚才是删 我在这个安装之前 我是把这些文件都删掉的 Android Studio是删了 这是它刚才新生成的 大家把这个删掉 然后再重新安装 就会出现这个界面了 然后我们一定要构选最后这一项 Do not input setting 构选最后一项 然后点OK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Android Studio 下载SDK和那个NDK 这两个也是我们打包需要的 这个不用管 这关掉就行 把这个关掉 点nest 我们选这个自定义 nest 选一个那个风格主题 一个是白天 一个黑夜 对吧 先选一个 这个是SDK路径 这个路径是我之前就有的 我让大家看一下 地盘 setting SDK 这个是我之前下载的SDK 我们现在 不用它 因为大家 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SDK 对吧 我写一个SDK-2 然后我这个选 选择 选择 地盘 setting sdk 这是我刚才建的那个文件夹 对吧 我们选中它 这是下载的那个模拟器 我们选中吧 也让它下载一下 点nest 这是跟它分配的内存 你看我们随便拉一个 然后这个是使用它推荐的 推荐的就是RGB 我们就RGB吧 点nest 它需要下载这么多东西 点分析式 它这下载应该会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 然后我们趁这个时间 我们讲一下配置Grawl JDK的环境变量 JDK 我们工具里也有 JDK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网上下载 但是这个JDK版本好像 嗯 不能太低 然后 JDK 我 这是它那个压缩报 对吧 我们把它按到哪呢 D盘也是Citing 这个是我之前是解压好的 但是 为了大家第一次用 所以我都重新 重新走一遍这个过程 JWR-2 我也我也写个JWR-2对吧 我把这个 压缩报 粘过来 把它关掉 然后解压缩 这就好了 然后我们怎么配置呢 怎么配置环境变量呢 把这些都关掉太多了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那个配置前 配置后 它有什么区别啊 CMD 我们输入JWR 先回车 你看JWR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也不是可运行程序 也就是它现在就是没配置好 也就是现在是没有配置那个JDK环境变量的 所以它 它这个 不是内部命令 对吧 然后我们配置一下 我们右键计算机 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点击环境变量 在这里 这里是系统变量 在系统变量的一设置 点击新键 写一个 搭写 J为JWR-HOME JWR-HOME 变量名 变量名就是JWR-HOME 然后变量值 变量值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就是点到这个BIN BIN路径上面 上一层 就是它 也就是大家 大家这么点 对吧 这么点 点到看下BIN之后 就不要再点了 这个路径 我们复制 然后点确定 这样还没完啊 我们只是设置了一个JWR-HOME 这么一个路径 我们在这个 PASS 这里面 我们双击它 我们在这里面设置 我们 拉到最后面 把这个光标 拉到最后面 然后 点一个分号 一定在英文模式下 点分号 中文的应该 应该 会报错 然后 我们刚才不是 不是写的那个 配置了一个JWR-HOME的路径吗 对吧 我们点百分号 JWR-HOME 再百分号 然后再一个斜杠 再并 这个小写 配置 配置到这一步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配置的是这个路径 不相当于配置的这个路径 JWR-HOME JWR-HOME 是什么呢 JWR-HOME不是 不是 这一段路径吗 它在 这段路径下的 并文件 也就是它了 对吧 我们这样配置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现在 你看 我们现在是 是用的是JDK 它版本是13.0.1 我们要是配置 其他的那个JDK 不同版本呢 我们只需要 更改什么呢 只需要更改 那个JWR-HOME路径 就行了 对吧 只需要更改它 就行了 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 其他的一个版本 点点点 只需要更改 更改这个路径 就行了 那个PASS 那个里面就 不需要再设置了 因为我们PASS 是根据这个JWR-HOME 这个路径 它下面的币围界 对吧 我们把JWR-HOME 这路径改了 它的币围界 当然也就变了 对吧 所以我们点确定 这样就配置完了 环境变量 就配置完了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CMD 再输入JWR 我们再看一下 它里面就有东西了 证明这 已经配置好了 证明就 这个已经配置好了 然后我说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QQ 我们双击QQ 它不就相当于 是登录QQ吗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那个Page的那个bin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 这个Path 这里面 就像一个快捷键似的 我们把它拉到最后了 对吧 点个分号 对不对 是 油门模式下的分号 然后把QQ 把QQ的路径 沾过来 这是QQ的路径 我们点确定 确定 确定 我们再 输入命令 MD 我们输入QQ 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自动就 打开这个QQ 登录那个界面了 对吧 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 快捷键 我们输入Java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有 会有东西呢 MD GAV 我们输入Java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出现 这些东西呢 那是因为 我们配置的这个 我们配置的这个 塞进Java2 它 它 电影围件里面 它肯定有个Java的一个知性文件 对吧 也就是它 相当于我们 我们刚才输入的就是它 Java 点ESD 这是那个环境变量 我们这正好已经安装完了 这是啥意思 我们这个先不管它 我们点封印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安卓的项目 选择最基础的 那种形式 点击它 这是项目名称 我们出示Test 这是包名 我们不用管 这是路径 路径 我让它 去它桌面上 新建一个 Test 有Test 有Test Test 干2 这是桌面 点桌面 Test干2 这个就是我们新建 那个Test 项目的路径 我们选择 Java 语言 语言我们用Java 然后我们点Finish 它这会编译一会儿 大家南京等待一下 然后我刚才把配置的那个QQ删掉了 这个QQ它的路径我删掉它 可以 我们趁这个时间我们打开模拟器 待会我们打出一个安卓的那个安装包对吧 我们在模拟器上运行一下 它第一次建这个项目它编译的时间会比较长啊 这里我先暂停一下吧 等它编译完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 大家好 我们继续 这个是已经编译完了 然后我们打包 点这个Build 点下面这个APK 点这个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APK 这里需要一个签名文件 我们刚开始肯定是没有的是吧 我们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新的签名文件 叫Test 这是我们设置的密码 随便输一个就行了 这个是确认密码 就是跟刚才你输的要一致 这里面还有密码 还是一个密码 可以跟你上次输的一样啊 就是你上面输的那几个 可以让这四个一模一样 然后这里是first and last name 我们随便输就行了 其他的后面就没必要再输了 我们点OK 这个不用管它 确定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包了 Remember 就是记住这个密码 就是以后打包 我们就不需要再输密码了 我们点Nest 选中这个 release包 勾选中 勾选中下面这两项 点Finish 然后我们就等它打包就行了 打包应该会很快啊 我们先等待一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看一下什么座 我们复制一下这行报错内容 然后查一下 感谢观看 它是说是我们的签名文件有错 但我感觉应该没有出来 那再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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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clean一下 clean一下project 清除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再重新打下包看一下 PK PK Test,没问题 应该还是没有错 我们再click一下 再重新打包 再重新创建一个签名文件 Test 我们刚才创建的签名文件是放哪了 是放桌面了吧 我关掉 打包 APK 放下一个新的 它的路径我选一下 我们先放桌面吧 它名字叫Test Test Test 随便输一个 Test Test 密码 我们再输一遍 就是刚才的那个 刚才的过程我们再走一遍 它签名文件 这个不用管 我们点Next 点Finish 这下没问题了 这这门已经打出包了啊 我们点这个就是那个打包那个路径 那刚才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签名文件没做好 我现在是把这个签名文件放桌面上 然后就没问题了 嗯 所以大家 嗯 如果遇到刚才我那个错 大家就是多创建几遍 签名文件换一下路径 试试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打出那个安卓的 APK 对吧 我们 拉到这个模拟系厂 你运行一下 看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图标是Android Studio默认的图标 因为我们有更改图标 然后名 名称就是Test 对吧 然后我们打开它 应该是个HoloWord 对 行 我们 这个 安装Android Studio 就讲解到这里 然后我们也可以打出那个 Android的APK包 对吧 证明我们安装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大家 然后大家需要这个工具的话 可以加一下我 这个教程里所用到的所有工具 都在我这个文件里面 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或QQ 然后我发给大家 行那这节课就先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